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话吧 所以我不是今年到处跑吗 其实这几年也是这个样子 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但是有一些东西 它有意思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有意思 它是一种很无厘头 让你很无奈的有意思 比如大家知道土耳其的行程有一个地方叫卡布多奇亚 是做热气球的地方 是吧 因为做热气球有一些波折 其实发生了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 没跟大家分享 很多很多 我上次出去走半个中国的时候 那一个月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来不及跟大家说 每天这些消灰潮水做节目 就是说一下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第一天做不了热气球 没什么有风嘛 做不了 这个风太大 那么第二天OK来了 我们无电桌中上了热气球之后 然后呢 大概那个气球就正常那么升空 我比较奇怪 那个火那么一直喷喷喷喷 气球蛮大的 我们一男子就我一个男的 那么大概飞到10米左右的时候 5米10米的时候 大概10米左右的时候 我们团里面坐前面有位女生 我本来想跟大家看视频的 我在犹豫要不要 我前面有位女生 大姐 大概比我大七八岁 40岁左右 那她就说 跟她的那个闺蜜说 哎呀 我好想上厕所 然后我在想 这个位置怎么上厕所 一男子人 还不是一个国家的 是吗 你怎么跟 就算是都是中国的 你怎么煞别人风景 说我现在气球都飞下去 然后上个厕所 这个费用谁来承担 因为你一飞上来的话 那个费用肯定是一两万两三万块钱 是不是 这怎么办呢 你只能冷啊 我就想 你这怎么办 然后她就跟她闺蜜说 她闺蜜说 你冷着呀 就很小声 说 你冷着呀 然后她说 哎呀 我冷不住啊 我一听这个意思 就不是说那个是小便 是吧 肯定是大的 而且肯定是拉肚子这一类 OK 那么我就很痛苦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因为她那么大的压力 肯定传导到我了嘛 就说 OK 我就继续欣赏旁边的风景 看看看 然后她一会儿又跟她闺蜜嘀咕 嘀咕了之后 大概三分钟之后 我就闻到一股臭味 大家注意到 那肯定不是犯一个屁的臭味 就这么尴尬的一个事情 你觉得这个是好玩吗 还是说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是吧 然后所以那个气球在即将上升到一半 以及到最顶的时候 我基本上忘记了那里的风光 我就闻到一股很臭的臭味 是吧 然后因为我们的嗅觉跟痛觉它不一样 嗅觉它慢慢的会 可能会 就会变顿啊 就不会变得显得那么臭 因为你上那时候刚开始觉得很臭 是吧 但是慢慢的你就觉得不臭了 慢慢的味觉是会变顿的 后面就还好了 但这么一个事情的话 让我就觉得 你觉得很多地方的风景觉得是好的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也不是照片拍出来那么好看 很多事情不是那样 但是经历是一种珍贵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我们现在开始说事情 说问题 首先说汽车的销量问题 然后就是房地产的开工面积 以及房地产的卖地的面积 我们注意 因为中国的汽车市场化程度要高得多 比土地市场 因为好歹你有很多合资车 是吧 他们这个都是上市公司 是不太会造假的 你现在这合资车都是大型的跨国企业 他们背后都是有母公司的 像BBA他们都有背后的母公司 中国本身的汽车企业 基本上也都是上市公司 没有上市的车企 太少了 几乎没有 他们都要向市场去交代 当然中国房地产企业也要向市场交代 但是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不太有外资介入 除了李嘉诚这一批港资跟台资之外 但他们很多也又已经撤出了 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是特别帮中国政府说话的 如果说不太好听的话 他们是不会说的 所以我在搜索数据的时候 中国第四季度到底 特别是比如说11月12月的头一个星期 那么你同比去年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哪怕一二线 你这个卖地的收入到底大概是多少呢 它的这个透明不是说没有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一线的房企 他们的老板桌上是有这个数据的 只不过相比车企啊 这个数据就没有那么透明了 是不是 相比还是有点差别的 OK 那么房地产的话 我目前看到的数据是说 三四线城市同比的卖地收入 在下半年其实是有一个下滑的 或者说增长基本上就是为零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相比2018年的上半年的话 这个数据已经下滑了不少 就别说三四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也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 这个我们前面大概也分享过 那么这里会有一个另一个问题 就是卖地少了之后 还有一个新开工的面积 新开工的我们知道 房子不管贵还是便宜 地价贵还是便宜 它是一个金融现象 这块地100亿还是说1000亿 这一个金融现象 但是这些金融现象背后它会催生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块地它真正开始开工的时候 这里才会有很多工人在工作 是不是 那这些农民工的朋友他们的工作就是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但这块地你从银行批下来100个亿还是放在荒芜着 那么只是这个金融内部运作的一个情况 钱从银行变成了这个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又怎么样 从银行贷款又交钱给银行 各种就这么腾挪 但它没有实际流入一个实体经济领域 当这个房子开始建的时候 它就从金融领域变成一个金融 变成一个实体经济 因为很多钢材会运过来 是吧 于是很多的机械设备会过来 很多机械设备甚至要采购 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些机子废了 或者零件坏了 ok 你这挖掘机要重新买 或者你这上面的塔吊零部件要换 然后塔吊上面有功能 这些都是实体经济 那么钢铁水泥这些当然也是实体经济 那么这样的话会带动经济大量的发展 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依靠房地产 这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新房开工面积实际上才是最最重要的 但是我收来收去没收到 也许大家可以给我在底下留言一下 2018年11月中国新房开工面积到底比去年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现在即刻收一下 2018年11月中国新房开工面积 我就在百度上收了 这个谷歌上不太可能会有真实数据的 这个在谷歌上就不顶用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11月的数据 我只看到2018年的一些数据 1到11月 但是1到11月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一直说的这个时效的问题 就一定要注意我们看问题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太重要了 所以百度上很多搜的问题 你要时间没写清楚是没有办法的 年份其实也要写清楚 对于很多事情年份都要写清楚 所以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数据 但是从上市线城市它卖力大幅下降 这个公开已经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估摸到 还有包括很多房企 它现在要比如说复利地产 它的债务问题 已经有一些地产公司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我们相信新房开工面积会下降 但这只是一个没有现实依据的猜测 那我们来一个有现实依据的猜测 就是大家喜欢说 在YouTube上说空的事情 2018年11月中国轿车的厂量 我收到的数据是 乘用车202万台 黄比增长3.4 同比下滑18% 我们注意 同比下滑是18% 那么这个18% 我们注意到 其实还有更大的数据 就是我还有收到更可怕的数据是 下滑30%的 我们注意到前面三个月四个月之前 中国的这个轿车就已经稳在大概略微增长一点点 然后开始慢慢有一点点下降 各位数下降 然后两位数下降 然后呢 两位数更多一点的下降 那现在来到11月呢 已经说是远不止两位数了 百分之已经超过20%了 因为我现在收到的数据就没有低过20%的 所以最低的数据也已经是20%了 而高一点的呢 高达3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啊 高达30%的一个数据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汽车生产 绝大部分都在国内完成的 纯进口车还是比较少 一般来说 合资车都是哪怕发动机在国外做 那么最后呢 这个组装的环节都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 那毫无疑问呢 这个汽车产量的下滑 对中国的就业环境 对实体 这就是一次真正实体经济的一个打击 那这个呢 应该是中国多年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还在持续不停地放水 那特别是15年 16年 17年 甚至18年局部的一些城市 房价还在上涨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恶果 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是都怪房地产 但它要背一个相当大的责任对于实体经济 那么这些我都把它称之为移动的房地产 这些行业大幅的下滑 肯定会直接就带来失业的问题 因为这些生产型的企业 它是没有办法养闲置的功能的 因为我们前面在严惩里面那集做节目时候说到 它就是直接 它可能前面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以稍微遨摇 看一下市场环境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今年这里12月份是年底的一个时间 一般来说经久淫时之后 就是汽车消费的一个旺季 一般来说企业拿地呢 就是房地产企业这个时候拿地 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旺的时候 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地方政府 它会在年中的时候 把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地 把它这个地雾住 年中的时候不放 到年底的时候集中卖 年底的时候可以多卖点钱 年底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财报过了之后 特别是在新年 比如2019年1月1号 这是元旦新年 那中国的这个农历新年还在之后 2月4号 今年是2月4 5号的样子 那中间在1月1号之后 它这个央行迅速就会有一笔新的钱放出来 是吧 它重新的这个贷款 这个债务该涨期的涨期 该延期的延期 那么重新拿到钱之后 地方政府中期不卖地 那尾巴的时候突然间大卖一笔 这时候这是做准备的时候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没有出现 而且卖车也是这个情况 那么你新买一个车 比如说你也要熟悉一下 这个新车开得好不好呀 你像像我这种新手是吧 你要熟悉对这个车熟悉一下 要不然你长距离开车回家的话 这是一个挑战是吧 那你肯定要年前一个月到两个月就要开始把这个车给买好 买好把这个车熟悉一下 然后自己对这个车更熟悉 然后过年时候开回去 那么这样这是一个好试点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地根车都没有卖出去 那这个时候实体经济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这里很多在YouTube上面看观众 他一直在关注 当然我们的观众还好了 我们的观众很小众 但是会更务实一点 我们看到YouTube其他的一些观众 就是一谈论这些 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舆论管理员 我们暂时把它称之为五毛跟美分 那他们呢相互会攻击 说到这个中国怎么样有变化 有那么大的改变什么气球 这些东西 那就是过个嘴瘾 说说完而已 那些小的变化 就包括YouTube上面郭先生 很多东西的话 我觉得的话 不是说没影响 它有影响 对局部有影响 但真正全局性影响的 是汽车跟房地产这样的大问题 因为它汽车跟房地产出问题 它一定是其他方向 比如说信心 得问题 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房价 是不是有下跌 下跌了是不是会造成地方政府地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是不是新的房企觉得房子也卖不出去 地方政府是不是他们地同行都不拿地 那我也不开工了 我拿到的地我都不开工了 那这样的话汽车也是这个样子 哎呀这个钱都不好赚 油价这么高 那干脆也不买车 但是各种综合环境影响起来 这些大形式的变化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 那些小的趋势就是吃饭的时候聊一下 哎你懂不懂这个事情我懂 哎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懂得比你多一点点 这个话就是聊一聊就可以 但是比如说像什么找钥匙啊这种事情是吧 这个吃个饭聊聊天可以 但是的话你要正在关心的话还是我们生活正面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说那个严城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餐馆的老板他跟我说 我说老板生意好不好做 他说哎不好做 我从四川来了这个江苏严城已经有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过去了哎老了 我说说点有意思 他说这老了这个来的时候这个经济发展还不错啊 这边那个叫越达的这个奇亚的车卖的还不错 就是那种小小的越达奇亚的那种轿车 他那个车呢当时就是在严城生产 我们知道那个韩国的位置跟江苏挨得还算比较近 当然很多转移给山东用了 他的产能什么东西 跟山东关系比较好 那但是呢跟江苏应该也不错 毕竟江苏离长长脚更近一些 这个做起工作来也方便 而严城的位置不近不远 你如果跟这种地方政府合作 他会给你很多优惠的 因为你不是那种特别大 你到上海去 越达奇亚 我还可以 我听过上海市长说 奇亚我还知道这个东西 大众一过来说 大众大哥你来先上座 请上座 80年代就已经汪道航市长就已经请来了 是吧 那么今天轮到我这个比如说上海市长 那么我这个汪老协中下的 那么我肯定会好好扶持一下 奇亚是什么东西 你在那边先坐一会 那么于是他肯定会到这种严城比较照顾他的地方去 但这些实际上在几年前 比如说我上次去的时候 在18年的时候他已经面临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奇亚他是竞争不过其他的那些像大众 丰田这些车企的是吧 那所以他的这种不起眼在严城里面就没有被扩散开来 因为严城是小城市 影响又比较小 你的这个越达奇亚本身品牌影响力也小 市场份额也小 你一辆车也卖不了几个钱 都是卖比较便宜的车 但是大众他们不一样 我们看到这些车企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这些 目前销量是多少呢 我跟大家报一下 在轿车领域啊 前面的轩翼跟朗翼 一个是增长14% 一个是下降了10% 我们分类说吧 增长最多的私域增长28% 雷琳20% 还有比较多的是杰达29% 这是比较多的 但是下滑多的也多 地豪跌了26% 那这个 朗翼跌了10% 树腾跌了10% 全新英朗跌了20% 新宝来跌了14% 麦腾跟领动都跌了6% 那叫那SUV呢 SUV就更狠了 有跌了40% 50% 比如宝骏510跌了53% 就那像一匹马一样的那个 图光是跌了27% 那博越跌了42% 博越跌了42% 跟宝骏一样很惨了 被腰掌了 哈佛H2跌了44% 还有一个 肖克跌了10% 那这是SUV的情况 SUV就是它的洗牌更剧烈 更严重一些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么多汽车的名字呢 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 你所在的那多城市就在生产 我刚才说了那么一大路一二十个车的名字 那我想一下 严惩那个餐馆的老板他跟我说 刚开始餐馆还蛮好做 我说怎么好做呢 他别人工资啊 大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钱是越来越不值钱的嘛 但是他刚去的时候 零几年的时候 刚10年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工资一个月七八千块钱 他们工人啊 汽车工厂的工人的工资 但现在呢变2000多 你想一下2000多可能也就顶当时的1000多块钱 你相当于工资缩水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然后大量你还要到社会上去 大量的去找工作 重新去社会上找工作 你工资低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啊 可不可怕 其实相当于你就是被半开除了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像这些二线城市啊 它人口特别庞大 如果说他一失业起来 跟刚才说的严城这些小城市 它不太一样 因为它数量太多 它容易闹事情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 一二线它这些有创联能力 数量又非常庞大的产业功能 在汽车下滑 百分之二三十的 这么巨大的一个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当然了 可能2019年会有新的一些措施出台 比如说一些税收减免 比如说房地产的政策 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点 但这样的话 当然又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算比较严重的 因为它背后的一些债务问题 它不是说说化解就化解 因为刚才说的这个车卖不出去也好 房子卖不出去也好 实际上就是本身债务已经堆积到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表现了 那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像这三千万台汽车产量背后的这些产业功能如果下降了三分之一就变成2000万台 我们要注意到剩下这2000万台日子也会不太好过 因为你只能进行价格仗以求卖的更多 那这个效果会变成有3000万人的放网 本来大家都有放吃 市场都在增长 这个公司也都觉得前景蛮好 这个发工资也还爽快一些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在下滑的时候 那就这个研发的也要削减 是吧 销售做广告 那也得削减 因为你可能做了广告 车一栏卖不出去 最后你车还得不停地去打折 那这个样子就是最后导致这3000万台汽车背后所有的产业功能利益都受到巨大的损害 而有一些车企我们知道 它收缩的时候是不规则的收缩的 不是说收缩的时候也是均匀 像扩张一样 大众丰田扩张的多 收缩的时候也是大众跟丰田收缩的多 他们家里后不是这样的 可能有的人他就不收缩 但有的人可能就完全没放吃 你这家工厂就得破产 像我们前面说的 那你这个月达旗啊 之前就已经混得不行了 市场好的时候你上前没有放吃 你上前车卖不出去 那现在要是别人车 大众奔斯宝马都卖不出去 那你怎么办 那你又不是在破产倒闭 你就职业就失业了 对吧 2000块都没有了 一毛钱都没有了 100块都不给你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还有更多的人是从8000降到2000的 那这个样子其实是很可怕的 而这些趋势啊 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小趋势真的不一样 这些事情一来就是蛮严重的 那包括还有后面更大的一个大头 就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呢也是硬性的这种失业 就是你一旦失业了 像这些在汽车里面 在建筑工地上面工作的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其他的生存技能 而且我们注意到 在汽车领域跟房地产领域 它有一些 有一些的这个小 比如说房产中介这一块 它实际上的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 我们知道像香港有一些大学毕业生 出来工作找不到干嘛去 就卖房子去了 那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前面有一个小女员工 也卖房子去了 那这个呢 其实他们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 那包括汽车领域也是 很多汽车销售 实际上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对车也非常了解 还有一些汽车的工程师 我在上海也遇到 几位汽车设计的工程师 那么他们呢 将来的这个工作 可能都会面临风险 那说了大半天 我们说到最后吧 很多观众肯定希望 这房产下来引 就是我们看到法国这段时间闹的这个事情 已经向一些欧洲其他国家去蔓延 像比利时跟荷兰都是我们传统认为非常富裕的国家 是吧 那他们尚且呢 现在有一些所谓收入不平等啊 贫富差距拉大呀 有一些失业的问题啊 这也肯定是背后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怎么不听瑞典丹麦 荷兰 瑞典丹麦跟挪威这些国家闹呢 因为他们可能还更有钱一些 是吧 那除了那样的国家之外 就连法国这样的国家啊 比利时 荷兰这样的国家 他们都要 呃 面临这样的风险 那中国如果说 真的也失业率攀高到很多呢 那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那当然这个话说回来 就是 要长 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经济停止增长 因为除了我爸妈之外 对于我个人来说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来说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日子 还是在整体在变得过得更好 但是我已经看到 有一些人80后的日子 已经过得自己过得不怎么样 不仅不如他自己以前 而且好像还不如他的父辈母辈 那我身边已经蛮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才是更大的一个因素 就刚才我说的 车也好 房子也好 它是一个物件吧 你房子车子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 是吧 你生活现在就是在用这个东西 过一段时间就要换 就要没有了 但是你这个日子是不是 每个人的日子是不是变得过得更好 这个是很明显的 今年跟去年比 今年跟五年前比 跟十年前比是怎么样的 甚至我自己跟我父母辈比 是不是有进步 这个是太容易比得出来 这个不用去跟荷兰跟美国比 去跟拉出去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每天都在比 今天吃的早餐 是不是比昨天多一个鸡蛋 这个每一天都在变化 这个是很可怕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成长 实际上过去五年十年 在很多领域的成长 实际上是停滞的 只不过呢 因为房地产 因为城市化的原因 就是城市化 它却太提高效率了 的原因让这些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再提高 因为配合密切协作度越来越高 但是城市化已经有几年 差不多停止增长 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这个人口 也在出现负增长 很多城市 它的人口密集程度 其实相比前面一二十年 并没有很大的亮点 只是在局部城市 比如说像郑州这样的城市 可能像四川 成都 重庆 重庆直辖市 像这样的一些城市 那他们的人口 实在比较赏量的在增长 像深圳跟广州 有一些报复性的增长 但是一般的这种很多城市 城市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就是我们已经很难找到 真正中国经济的一些亮点 但是一些负面的债务问题 引发的这些 房产跟房产这种 大类的实体经济下滑 这种情况 却在不停的出现和发生 而一些个位数的一些发展 已经演变成双位数的一些下跌 而且还在不停的升华 从目前汽车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房地产的开工面积 我们看后面肯定还是会出来的 但是从汽车这个情况来看 它可能还在继续下滑 百分之三四十的这种情况 都是可能有的 因为车它并不便宜 包括房子也是的 房子可能会出现 更大幅度的下滑 OK 那当然我们这 这个房子的问题其实更严重 我们就后面再单独做节目再说 OK 我们这一集内容就大概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